今天这个新闻发酵了 我们台湾人大家在质疑说 你装这么多监视器 然后我请问你一件事情 你的监视器最后是把资料回传到哪里去 这件事就有趣了 海底捞的官方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这一篇新闻的时候 郑大哥这新闻是什么时候 这新闻是2018年12月的新闻 两年前 你是两年前的新闻 海底捞没有出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质疑是为什么 但海底捞这两天出来讲的声明是说 这个对于大家的东西 那个媒体都是错的 是误解的 对于大家资料 我们都有保护好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事情 那我请问郑大哥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他在回避我们在询问他的 你有没有回传回中国这件事情 他没有回答清楚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你这个监视器 你所收集到的这些土档讯息 你收集完之后 他一定要回传到一个 他伺服器里面去 他回去那个伺服器的时候 请问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 现在很显然很高的几率是在中国 但大家这个问号 海底捞没有回答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海底捞用的监视器是哪个牌子的 这就更敏感了 为什么 海底捞用的监视器是这一家 这个牌子叫做海康威视 那海康威视这个监视器呢 它敏感在哪里 敏感在于说 美国政府把它列入说 这个叫黑名单 美国政府说你用这个东西监视新疆人 有大概三四万只 美国政府说你这家公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企业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些东西你可以发现 他使用海康威视的监视器 然后这些资料回传到哪里去 是回传到海底捞 还是回传到海康威视去 这就敏感了嘛 为什么这样说 各位要去想一件事情 中国对于大数据的收集是不于一力了 因为他要控制他的老百姓 所以在这两年我们看到一篇新闻 就是震华数据 中国一家公司 把政治人物 包括像Freddy 跟Freddy的太太 包括像外交部长吴钊燮 包括台湾的知名的政治人物 名字通通收集到里面去 那郑大哥你去想一件事情 今天当然像加拿大方面讲法是说 这个监视器呢 我是拿来看我的员工 有没有做错事来用的 但是你去想一件事 他收集到这么多的画面 每天每天都收集到这些画面 那他里面只要捞到有一笔 跟我们刚刚讲的 政治人物的名单 是对着在一起的 对他来说抓到了 这个就是某一个国家政治人物呢 被我抓到 他在哪一天在海底捞吃饭 然后跟谁见面的资料 他有什么好处 至少郑大哥我们想得到 就两个用途嘛 对他来讲 我如果要收买这个人的时候 我是不是比较有接近他的机会 知道他什么情况下 可能来用餐 第二个是我如果知道说 他可能跟他老婆以外 或是什么敏感的人物 在吃饭的时候 我是不是比较拿到 他的把柄跟威胁 所以这个资料库的收集 是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你会发现 我猜有没有 我觉得说员工有没有做错 要装那么多监视器 是不可能的 一点道理都没有 对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妙 加拿大的讲法是这样 说这只要看员工 哪里做错事 台湾这边则是 海底捞的员工 私下对媒体说 装这个监视器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顾客 然后一方面也怕遇到 所以你会发现在台湾的讲法 也是很奇怪 也是不合理 范老师 如果你现在知道海底捞 这么多这个监视器 你会害怕吗 会害怕 当然害怕 你害怕什么 我的隐私会被曝露 那你就是去吃饭而已 中国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是他的一个 透过这样一个 大量收集的数据库 你去里面会谈习近平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跟好朋友去 不是台湾是骂习近平 这可能作为未来对我 至罪的一个证据 一短时间你会觉得 那个没差 可是十年二十年以后 现在去吃 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吃 可是等到二十年 这个年轻人可能变成国会议员 像王定宇一样 那你二十年前的行踪 他把你往前掌握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 就是说进餐厅 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 海康卫视的监视器 那而且他录影又录音 对录影录音 你讲话全办 那都是 现在5G就是 我可以很快速度传输 而且我的容量很大 吃饭没什么 说话很重要 所以所以我 而且他是把他的人脸辨识 什么都放在里面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中国的贴网系统 贴网系统放在了海底捞 那我认为海底捞 表面上是民营公司 在中国没有什么是民营公司 所有民营公司都有党组织 那海底捞在全世界有935家 光在中国就868家 海外只有67家 你的脖子是被中国共产党牢牢抓住 因为你90%家都在中国 了解 然后164个城市 所以我必须要讲海底捞 以他这样的装置 他就是中国实施 他的这个所谓的贴网系统的一部分 你是担负一部分 然后另外海外 所以我觉得这点让我们真的台湾消费者 我觉得台湾人说 我看到一个受访者年轻人说 没差了 我去那边又没有什么 我也没有偷鸡摸狗 拍就给他拍 那你手机你爸爸妈妈要给你看 你要给他看吗 又没有偷鸡摸 对啊 所以给我看 你又没有偷鸡摸宝 为什么不给我看 我们家又没有做小偷 所以你要来进来 警察进来收 没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什么逻辑 所以我就觉得年轻人 真的不要为了那口腹之欲 把我们台湾人最重视的隐私权 还有人权的问题 抛租脑后 是 其实你把大数据再加上影像 再加上影搜集以后 你永远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 你现在看到的是海康 看到的是海底牢 对不对 像我们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自己家里 会用什么小米 你知道小米 为什么去弄小米 因为家里有老人家 我在台北 我在我可以看到竹北老人家 在客厅活动的情况 还可以干嘛 我还可以讲话 我还可以跟老人家讲话 他告诉你什么 就那个监视器 多好用 不仅可以看到老人家在做什么 也可以听到老人家在讲什么 他还可以跟你对话 你听到我们说话 有什么 完全没有戒心 那你回过来看 看海底聊这个事情 我们讲 一次的一次的资料 当然没有用 可是这个资料 如果是一年五年十年 人脸便是一张脸 不过就是十二个特征 就可以确认你这个人是谁 我经过长期时间的累积 再加上用超级电脑的运算去抓你 我只要知道你要 我真的要抓你这个人 第一个我可以确定 你的长相是什么 用超级电脑下去运算 在抓你的时候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知道 他不会只有海底捞 可以知道所有在这一个区域 或这个国家里面 同样的脸孔 同样的特征 我可以知道你跟谁 跟哪些人接触过 如果我要做情报的话 就这样子就可以抓你了 熊老师请教一下 为什么要传回中国 其实这个很简单 他只要资料进到境内 他就可以用公权力的方式 去要求说这个资料要给政府 所以资料进去之后 他其实就可以拿了 政府就可以用公权力说 他会为了安全 为了各种公共的意义 政府拿这个要干嘛 政府拿这个要干嘛 他政府拿这个 他当然就是看他背后要做什么 因为他比如说 假设刚刚来宾有提到说 就是说这个资料里面 万一有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 他想要看的 其实他这个都可以拿得到 所以只要在境内的 其实他就可以有公权力 那你作为资工系的教授 你会害怕吗 我是因为 其实我当然知道说 如果摄影机这么多 当然还是会担心 你担心什么 你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就是他比如说他进去 我们进去之后 我们可能随便聊天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讲到 比如说我讲到我的长官 或者讲到其他人 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这个都 那个声音也都听得很清楚 对对 声音都听得清楚 然后影像都可以都可以做 AI的即时的分析 那你作为资工系的教授 就说有这样的中国的餐厅 在台湾那么多的监视器 你还会进去吗 我当然可能还是会进去 可是可能就是会非常的小心 小心什么 小心讲话 小心 这样吃饭就很不愉快 就不愉快 每吃一口饭就习近平好伟大 习近万岁 习近平万岁 你说什么呀 特别乱护了 真的